哇哇哇不得了不得了 能获得红衣大炮 即便是惹怒了李世民也是值得的 大雪龙旗何在 墨将带 本王欲要前往吐蕃 而等随我同去 王府仓库内储存有一百尊红衣大炮 而等带着红衣大炮随本王前往 墨 陛下 金王已经带八百大雪龙旗出征吐蕃了 卧槽 逆子 这个逆子到底要干什么 他率领八百大雪龙旗 难道就要踏平吐蕃了吗 这小混蛋 他连吐蕃的地形都不知道 如何就敢前往征战 简直就是胡闹 李世民一方面被李治的行为 确实给气得很愤怒 但同时他也为二毛担心 快传召李静李济 二位将军进攻 智奴这小子已经前往吐蕃了 看他的样子 他是要给他长乐 姐姐报仇 但是他小小年纪 就前往吐蕃高原之地 真担心会发生意外 你们二人立刻集结军队 背弃两响 武斯等物 一旦智奴在吐蕃那边发生意外 你们就赶紧前往支援 诺 论亲领 你父亲如今只怕已经到达长安城了 不知道与大唐皇帝谈论的如何 赞普 您尽管放心 如今我们吐蕃兵强马壮 就连北方的土玉魂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大唐定然会顾忌我们的武力 而将他们的长乐公主嫁给您的 要知道中原王朝最喜欢用的手段就是和亲 如今他们只要送来一位公主 就能换得几十年的和平 相信大唐皇帝还会对我们感激涕零呢 你的话 我听着很舒服 希望如此 不过我们吐蕃的军队 你也要多加训练 一旦他们大唐胆敢不同意 我们就即刻拿下他们松州 赞普 您放心 大唐的松州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只要他们大唐朝廷赶不顺从 我们瞬息间就将拿下他们松州 这是怎么了 赞普 大将军 大十五秒 我们晃乘之外 突然抛过来一个小海 这小海还率领着白人的精锐骑兵队伍 似乎要对我们晃乘尽兴重逢了 小海 你确定是个小海 小海如何能率领八百人的骑兵队伍 确实是个小海 不过发生爆炸 是因为他们拖来了赏白尊斩车 那斩车耗死圣物 居然还能盆火 空不得喝 赞扑 你也还是快点套吧 我感觉我们晃乘怕是收尾不了得咎了 哼 我倒要看看什么神物 你们二人谁是松赞干部狗贼呀 我乃是吐蕃大将军论亲灵 你这个小屁孩又是何人 呦 哦 你就是陆东赞他儿子吧 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父亲已经被我嘎西瓜了 呵呵 笑话 就你这个小屁孩 而就在这时 吐蕃安排在长安城内的戏 也回到了吐蕃黄城 报告大将军 宰相已经被嘎了哦 被一个小孩嘎的 我父亲居然真的嘎了 呵呵呵 居然还是被个小孩给嘎的 城下这个只有三岁的小孩 居然是我的杀父仇人 啊 论亲灵将军 我们该怎么办 赞扑 如今唐人兵贵神速 居然出骑兵攻击到我们城下 还欲要摧毁我们的黄城 难道我们还能退缩吗 若我们此时退缩 岂不是会被唐人笑话一辈子 论亲灵将军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赞扑 我们面前不过是区区八百骑兵 还有一个小孩而已 所以我欲要出城冲锋 将这小孩 还有大唐的八百骑兵 全部屠戮掉 以此来血迹我的父亲 可是唐军有神物 你确定可以战胜他们吗 小意思 而且他们的神物 确实很厉害 既然他们将神物 都送到了我们门口 我们岂能不收为己有 好 城内将士们任由你调派 务必要将面前的八百大唐骑兵 全部震杀掉 阳窝吐不国威 小子 你休要猖狂 本将这就率领城内惊奇 将尔等全部嘎掉 就你们 也可以是我二毛的对手吗 轰 给姑轰 一百门大炮同时轰 将他们城墙 给姑轰个稀巴烂 快跑 松赞干部 你还嚣张吗 轰 继续轰 松赞干部 本王倒要看看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若是你不出来投降 那么本王就将你们 吐蕃的城墙 全部给轰碎 让你们吐蕃皇城 从此之后再无城墙之险 一旦城倒 城内的麻雀 都要山两巴掌 论亲领大唐的阵势 太过于恐怖了 我们吐蕃 根本不是他们大唐的对手呀 我欲要投降了 赞普 不可 绝对不可 我立即就将集结兵力 定然能将大唐的骑兵 给铲除掉 刚才大炮来的时候 就你跑得最快 尊敬的大唐晋王殿下 我是吐蕃的赞普 我愿意向大唐投降 还请您不要再用神物 攻击我们的城墙了 就是你想要迎娶 我家的常乐姐姐吗 不敢不敢 本赞普只是吐蕃 吐蕃的小小国主而已 如何敢迎娶大唐的公主殿下 便是高攀 我也高攀不上了 你有这般觉悟 很不错 本王就欣赏你这样的人 如此看来 真理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句话果然没错 陛下 晋王炮风吐蕃 现在已经入主吐蕃皇城了 松赞干部都给打服了 什么 这智奴 真是逆责 让朕又爱又恨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吐蕃可是高原啊 晋王殿下 这是如何做到的 哈哈 我就说晋王殿下 有将帅之才 果然如初 好事 天大的好事 我大唐兵不血刃 就将吐蕃给征服了 只是 我们区区三岁的晋王 就大闹了吐蕃 不知道吐蕃的那位松赞干部 如今是何感想 王朕还在这里替智奴担心呢 没想到 这小子 居然都将吐蕃给拿下了 不过 鸟虫和火药 朕倒是见过 只是晋奴这次又拉出了上百尊大炮 朕却从未见过 定然是晋王 最近研制出的新式武器 要说晋王殿下 虽然只有三岁 但还真是一位武器大师 李俊宪 赶紧去带着晋奴这小子 给朕滚回来 既然吐蕃都已经征服了 那还待在那里做什么 诺 管音币 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晋奴这次又立下大功了 管音币 你都没法想到 晋奴带着八百大雪龙旗 居然就将吐蕃的皇城都给推了 不仅 松赞干部那家伙 正在晋奴面前瑟瑟发抖呢 富皇 您说的是真的吗 晋奴没事 还推平了吐蕃 当然是真的 富皇难道还会骗你吗 这次 你晋奴弟弟又下了大功了 哈哈 太好了 晋奴立不立大功 我可不管 但晋奴平平安安 就是最好的 常乐这话 说的对 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哈哈 晋奴还将松赞干部给吓坏了 可算是为我出了一口恶气 这松赞干部 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居然还痴心妄想的要迎娶我 二郎 晋奴没受什么伤吧 受伤 怎么可能 晋奴这次还记错了上百架红衣大炮 大炮的威力 几乎能将吐蕃整个皇城给一平 这等威力之下 晋奴就是想要受伤 也难了 红衣大炮 这是何物 与鸟冲相似 也是用活药制成的 不过威力 要比鸟冲厉害上百倍 晋王殿下 我们要回长安 不是该往东北方向行进的吗 谁说本王要回长安的 您刚才在吐蕃皇城 不是和松赞干部说了 要回长安的吗 本王只是说要离开吐蕃 可没说回长安 好不容易离开了长安 在外面还没逛够呢 怎么就能回去 您不会是要去吐玉魂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统领 最近智力有很大的提升哦 殿下 吐玉魂与我大唐邦交甚好 您可不能胡闹呀 邦交甚好 那都是暂时的 这些小国家 都是欺软怕硬的 你没事的时候 就该给他们晾晾肌肉 否则他们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这事还是要禀告陛下才行 陛下 李统领让我赶回来禀告 竟王殿下率军 王土鱼魂而去了 似乎要对土鱼魂开战 卧槽 你怎么觉得你 出去 блок 我然后就不可以 我帮你